一步一脚印 去向法音 大家吉祥 欢迎回到去向法音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佛珠 说起我的来路 真是千奇百怪 有的人到茫茫的海边 开始捡起了珊瑚 做成珊瑚的珠子 有的人经营首饰店里 做成了很多珍珠玛瑙 琥珀水晶等等珍贵的佛珠 当然也有自然形成的菩提珠子 每一粒珠子都有一个圆圆的月亮 以及无数点点的星星 所以我可是种类繁多 不胜枚举 我本来是给修道者念佛技术用的 每天规定的功课 一万两万生的佛号 有了我就好像心灵有了寄托 就不会胡思乱想 那一颗接着一颗 在数着我的时候 是虔诚心口相应 受念佛号 等到整个念完之后 就好像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工作 有时候看看我也会有慧心一笑 修道的行者用了我 确实有很多好处 当他懈怠消沉的时候 或忘记了他每日必修的功课 见到了我就会提起正念 赶快拿起念诸念佛 所以我的功用是能够帮助修行人精进修行 不过我也有痛心的时候 很多人拿我当成是招牌看待 以为颈项上挂着我 或手中拿着我 就会显得我是一个修行念佛的道学家 那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观念 实在要不得啊 有的居士们以为信了佛 就非得挂起我来才像样 所以我也常常被当成礼物来赠送 送给一个信佛的人 所以我在人情场中 也能做上一把交椅 实在感到荣幸 说来也奇怪 我在大家的印象中 其实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以为拿了我 就是落伍的象征 当然也难怪 因为拿我的人 通常年纪稍大了一些 年轻人看着我 通常就会离我而去 等到他年龄渐渐增加了 乃至于他经历了一些 可能就会对我亲切 开始拿起我来 所以我其实想说 拿我的人倒不是落伍 只是大家还不太认识我而已 我在这里想要诚心地告诉 学佛的朋友们 念佛是在念自心 拿我或不拿我 那只是一个形式上 道心是表现在平常的行住作我 像大家挂起漂亮的佛珠 口中念念流词 其实那是因为庄严嘛 但是重点是在那个心 大家内心里面是清楚的 明白的念念分明 这才是更重要 佛珠又称念珠 咒珠 数珠 送珠 它是用一个线来贯穿 一定数目的每一粒珠 于称名念佛或持咒的时候 用来祭述的随身法句 除了它是提醒我们要念佛 也更是一个端正的装饰 佛珠那种类 大致可以分为 守珠 持珠 挂珠 佛珠的科数 珠经 所有记载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的是108颗 54 42 21 乃至于14颗等等 佛珠的材料有菩提子 水晶 香木 玛瑙 琥珀 金银珍珠等 一般大家在持佛珠念佛 是由母珠最大的那一粒开始数 每念佛号 经文或咒语一遍 就会拨一颗 所以修道人所带的佛珠 主要是提醒自己 时时精进 送持佛号 在生活中实践佛道 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佛珠 主要希望大家能够精进 能够来了解 念珠 他每一粒 带在手上 可以是一种提醒 让我们能够时时念佛 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看着观心菩萨 怎么手上一样拿着念珠呢 他就很好奇地问菩萨 菩萨菩萨 我们都在念你 那请问您念的又是什么呢 观心菩萨说 我呢在念的也是观心菩萨 这些旁人就很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呢 因为求人不如求己 佛教里面我们常常会提醒大家 做自己的贵人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念佛 念法 念身 我们所有精进修持的当下 除了我们在念 所谓的佛菩萨的圣号 其实在念的当中 也在提醒着我们 人人皆有佛性 我是要能够显发我内心里面 本来具足的清净念 乃至于我们跟佛一样的佛性能源 所以念珠到底在念什么 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个当中 有所体会 有所启发 大家继续精进念佛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欧弥陀佛